关于寿命这个话题一直是人们热议的重点 从古至今有很多人都曾幻想过长生不老 甚至拿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 最为著名的便是俄罗斯的一名科学家 阿纳托利布·布鲁什科夫 为什么说他非常的著名呢 因为他采用的这种方法十分的特殊 将350万年前的远古细菌注射到自己的体内 从而延长自己的寿命 这就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人类的寿命长短也与细胞有着莫大的关系 那么俄罗斯科学家所进行的注射究竟有没有用呢 一般来说细菌进入人体之后便会被人体免疫系统所杀死 为何这名科学家坚持这种细胞的存在可以延长生命呢 据了解地球上最远古的生命便是细菌 细菌的生存力非常强悍 它们甚至可以在极低的温度下生存几百万年 俄罗斯科学家所注射的细菌便是如此 在远古时期地球上有群非常强大的生物 它们便是蒙马像 这种生物主要生活在亚洲和欧洲地区 但遗憾的是随着人类的捕杀 蒙马像的数量急剧减少 当然它们的灭绝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的捕杀 最为严重的便是经历了地球上的冰河时代 所以曾经生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的蒙马像就此灭绝了 但是由于特殊的时期 地球上经历了极寒的状态 特殊的冰冻环境是很多的蒙马像被冰封了起来 所以它们的尸体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没有被破坏 但是随着地球万事效应的加剧 全球气温升高 并放在永久动土中的蒙马像 现今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西伯利亚永久动土中 出头的蒙马像尸骸成为了科学家们研究的对象 这位俄罗斯的科学家便是其中之一 科学家们在研究蒙马像的过程中 意外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远古细菌 亚包干卷F 这种细菌在蒙马像的残骸中生存了350万年 最为神奇的是 因为环境特殊 温度低下 个别蒙马像的身体还保留着很多的血液 亚包干卷F便是在蒙马像的大脑中发现的 令科学家们惊讶的是 经过这么久的时间 亚包干卷F竟然没有死亡 而是处于休眠状态存活了下来 科学家们便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 阿纳托利布·布鲁什叶夫更是突发奇想 觉得这种细菌既然能够生存350万年 便有可能延长人类的寿命 这些想法更是让他有了一个寂静疯狂的做法 那便是注射这种细菌 一开始他并没有直接给自己注射 而是选择利用小白鼠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实验 他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 亚包干卷F并没有影响这些小动物的生活 它们体内的基因也没有发生特殊的改变 根据阿纳托利布·布鲁什叶夫自己的说法 这些小动物们的生命 的确因为亚包干卷F的存在延长了 但是事实结果如何我们并不知道 这个时候 阿纳托利布·布鲁什叶夫还没有给自己注射 爆亚干卷F 而是继续的实验 他对一些植物进行注射 并且进行观察 结果显示 亚包干卷F能够促进植物的生长和繁殖能力 这些结果让阿纳托利布·布鲁什叶夫非常兴奋 从这 他便决定将细菌注射到自己的体内 在2013年 他不顾同事们的劝阻 毅然决然将350万年前的亚包干卷F注射进了体内 注射之后 阿纳托利布·布鲁什叶夫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清醒的是 阿纳托利布并没有生命危险 根据他的说法来看 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异常 而且他感觉非常的舒适 在这之后 有很多人也对这种细菌产生了注射的想法 在2017年 一名模特找到阿纳托利布 希望自己也能注射这种细菌 对于这种细菌 科学家们还是存在很多的疑惑 他们认为 亚包干卷F的存在 不过是与普通的细菌相似 它们并不会延长人类的寿命 也不会引起身体的异常 它们的存在 与人体长短内的异生菌有着相似之处 所以说 延长生命的说法 只能说是有待考证 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大川 喜欢我们的节目就在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